台湾省选务所总干事陈时英 昨天下午到达最后一站台中舰 行使选务工作 这些提起了台中舰选务所主任委员陈孟林舰长 报告选务工作进度和选务准备的进行 陈时英总干事连离选务工作人员 要以公正负责的精神全力办好选务工作 并且希望各乡镇鼓励选民重视神圣的一票 提高投票率 陈总干事对全省二十的见识 圆满完成选务工作表示很满意